欣欣 你的票數不低耶 來 萌萌 因為連我們班上的人他們都說 欸 小欣看起來很臭啦 他是不是叔叔之類的啊 我就說不是 他真的還有在念書啦 對啊 他是代表生 嫖蟲 復仇的時間到了 就小欣啊 我第一次啦 我覺得他每次愛嗆我原因 因為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以為他工作人員 然後我就說 欸 先生不好意思 我是進來錄一下 你可以帶我進去嗎 然後他就人很好 就說好 我帶你進來 然後後來他就說 欸 我是跟你一起來錄的 然後 兩夫妻不要吵架 啊 小胖你也懷疑 我也是懷疑啊 小欣 因為 他畢竟他是就是 事業有成的 事業有成的 然後 我們會覺得他可能不是大學生 結果沒想到 他真的是學生 小欣 你把那個學生證拿出來 我們看一下 我真的要解釋一下 我第一次來真的被物語的是工作人員 然後一次 兩次 三次就算了 最後一次人家說 你是工作人員嗎 我就說 欸 我是工作人員 我就帶他進去了 你叫曾慧欣喔 曾慧 喔 他硕士班啦 硕士班 硕士班也有40歲的在讀 有 我算是我們班裡面比較年輕的 喔 就我們班還有40 50歲大小朋友 那一種的學生 有啊 這都是這兩三年註冊的 高小欣 鎮寧 他是大兩次 上學級 下學級都有註冊 OK 冰淇布跟大總案都寫馬太 對 因為我覺得 馬太感覺不像是大學生 很像那個 中天電視台的工程人員 對啊 就覺得 搭警班 有這種搭警班的感覺 好 馬太來拿出來 你要拿什麼 也有啊 而且他很多社會歷戀的感覺 井文科技大學餐飲系 而且他跟我一樣 他三年級 你才餐飲一起做的哈 他這個就叫馬太耶 周馬太 這叫馬太 他叫馬太 中科大寶貴 好 解謎了 誰要看你的學生證 對啊 好 漂亮耶 可愛 這很像大圓耶 不是啦 這是之前我在電視上講的那一個 可是沒有 沒了 不會嘛 不要 反正 很正啊 很像大圓啊 是場地 你P家裡還放著他的照片 那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 現在沒有 那都拿他的照片來做什麼呢 沒有 忘了抽出來 跳槍 他身邊好像有一些污漬哦 哎呦 為什麼 為什麼手機沒有另外一張SETA 你是要拿來幹嘛用 那SETA是大陸的 因為我爸有留 我爸有公司在廈門 然後我都有 他還在大陸 沒有蜜尿喝的藥單啊 割菜 我竟然 生病去看急診吧 急診耶 他身上好多秘密啊 你怎麼了 就是 你看急診 我那一 我喝醉喝到胃潰瘍 這是一個大學生 該有的行為啊 急診是喝到胃潰瘍 又不是納豆 納豆 好 OK 查完啦 好 好 真的是問題 對 他們真的都是大學生啦 好不好 那當然其實關於節目 還是有觀眾有很多疑問 比如說第三名這個問題是 是的 問到說軟棒打人真的不痛嗎 被打過的 請按全插 來 沒有被打過 小白 誰打你啊 我被大爺還有Ken哥啊 這年特別節目的時候啊 對 對啊 過年特別節目的時候啊 不是今年的特別節目 是兩年前的那個過年特別節目 我就有被打得很慘 然後那一年是我跟大爺演 就是那個夫妻 然後就被Ken哥打了 然後那次打到我真的是趴在地上 Ken哥打超大力 而且他就邊打邊罵 其實也有這個很多觀眾 到那個姊妹桃網站去留言 他們覺得看起來是很痛 而且不舒服 他說這樣你們是不是在欺負人啊 其實沒有 效果 效果 效果嗎 其實人就是喜歡看人家被欺負啊 為什麼不能講 畢竟之路 對 但是可能那個動作看起來是很暴力的 所以以後我們就是打算呢 就是打的部分都減掉 啊 真的嗎 還是打 還是打 還是會打 沒有啦 不會 所以有打就好 相信看過這集觀眾就知道 我們大家交情是什麼關係了啦 對啊 那但是如果不舒服 我們還是盡量減少這一趴 對 好不好 只要打阿堅跟納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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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我還沒問題 好 第二名的問題 第二名是 請問 通告費是傳說的一箱苦鈴嗎 有這麼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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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真的很專業 我們要請負責這一塊的 來 這是誰呢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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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同學小玉 這一個是大家通用就對了是不是 好 小玉 大嶼聲通告費是1350嗎 這個要講實話嗎 要講嗎 還是替尾鐘哥跟詹哥保留一點 其實1350算是一般藝人的宣傳費 對啊 阿咪差不多都拿13 1350 該扣50 對 然後呢 然後 同學 同學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八百到一千一場 對 那也算高啦 大總愛有話說 沒有 那時候真的很煩耶 只要有人看到我們 都不是問我們什麼問題 都是問說 你拿多少錢啊 然後我們告訴他 他還可以煩 請吃飯 然後要不然就說 為什麼這麼少啊 我就說 那你給我們啊 煩死了 一直問 一直問 小玉說你們家很好賺對不對 謝謝小玉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到第一名 是 節目喔 都是C好的嗎 來 小鑫 節目我每次只要 一看到我說 你們節目都假的啊 你那個梗都還可以事先準備 我說不是喔 我說腳本子告訴你今天的主題 然後 就像考試有範圍 我沒辦法告訴你考題 比如說明天要聊創業 有誰會來 那你們準備 那他說那怎麼可能還去書局找梗 我說我去書局 我都會記在手機 我找可能明天要談兩性 明天要談創業 我就找這一類的主題 我覺得好笑的句子 那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放在手機 是事先準備 而不是說我完全知道 那我下一句都已經被分配好了 那有時候人說 那那怎麼會有那麼有梗 有時候可能連講幾次沒有梗 他說 你看你看 作假都沒有梗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甘蔗 一直有梗耶 這就是很奇怪 還有幾天啊 一直甘蔗很多 最近因為櫻桃比較有梗 哈哈哈 櫻桃比較有梗 好 薇薇 沛隊 這樣我就常常被問到說 欸他們選的人啊 都是 就是節目已經固定好了嗎 不然為什麼每次都要選 那豆還是KEN哥 那他們明明就長得不怎麼樣 為什麼一定要選 那豆或者是KEN哥 你才矮 幹嘛 幹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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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攻擊 我會這樣攻擊 什麼意思 他們是懷疑這兩個人為什麼在這裡嗎 不是 他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 正妹都要選他們 而且都為什麼都要選龜臉 為什麼都要 都要選 對 他都沒有塞好 你們一直塞的 為什麼都一定要選 都不是甩眉 都不是正 就是 沒有 上次我們不是已經講過一次 我們是明明是預錄 可是當Live在錄 是 他有時間塞這些東西 沒有辦法 對不對 想到什麼 看到哪一個人在心虛就點他了 哈哈哈哈哈 什麼原則 來 真的 大學生了沒 好嗎 好嗎 好嗎